十三集节目 希望透过淨土 我们可以静一静 十三种人生遇到的不幸 希望透过淨土 可以重生得力 因为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坐下 心呼吸 放松 然后祈祷 我想 静一 静一 唉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每天都偶在家发臭 一来又怕自己中招 二来如果自己中招的话 又怕东西给其他人 所以都好久没有见一群朋友 不用做测试 我都知道自己有抑郁症 唉 总要不知拖到多久才完结 真是越想越丑 连希望都没了 今会真是将近有愿望 都风光念撞撞撞撞撞撞 大审提讨你 第一 可以找人谈 可以透过手机 电脑 视频 和朋友联系 还可以用视像平台去参与一些活动 甚至乎你自己去筹划活动 给生活加一些人气 输解一下心里面的屈梦 第二 你可以找东西做 为每天建立一个日程表 培养日常的作息规律 可以看下YouTube 做下运动 可以帮助睡眠 而且还可以调节生理时钟 同时 老部都会产生一种 快乐荷尔蒙安多芬 可以提升快乐指数 三 你可以找东西学 在疫情期间 网络上有很多讲座 很多课程 相当多元化 甚至乎有些兴趣班 我见过有学做蛋糕 你不妨可以参加一下 第四 执家居 好好善用 留在家里的空闲时间 执拾一下家里一些没用的东西 其实透过整理家居 改善环境 不多不少 都可以改善内心的状态 心境都会变得平和 第五 做调节 尝试放慢脚步 反思一下以前的生活模式 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 暂时也都避免看 疫情相关的报导 让自己暂时抽离一下 有需要的可以致电二十四小时的情绪支援热线 首先我邀请你 去预备一个安静的环境 好好地坐下 双脚都能够躲在地上高 双手可以轻轻地放在大腿上高 有一种稳妥的感觉 腰部只要轻轻地靠在耳背 让自己有醒觉的意识 头部很自在地平放在颈上就可以了 让自己有自在的感觉 我们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 留意呼吸 我们的一呼一吸 都表示我们有生命气息 吸入的空气 都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恩典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 来到呼吸 求主预备我们的心 去领受主的话语 当你听到 我读出主耶稣 在最后晚餐之后 对门徒所说的说话 我邀请你 可以在心里面 想象 自己就是在主面前的门徒之一 在这里聆听着 主对门徒所说的说话 我们就在当中 去聆听 一向福音十六章 三十二至三十三节 主耶稣说 看呀 看呀 时候将到 且是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 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我将这些事 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可以放心 我已经 胜了世界 让我们的心灵 来到主的面前 再一次聆听 主耶稣说 看呀 时候将到 且是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 当着的话语 临到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有什么反应呢 当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 你内心有共鸣吗 或者是 会有抗拒吗 有什么感受出现呢 我们留意一下 自己内心的反应 主耶稣说 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 因为 有父与我同在 当主的话 临到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又有什么领悟呢 有什么感受呢 主耶稣说 其实 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 有父与我同在 主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了世界 当主耶稣 这些安慰的说话 临到你的内心的时候 你的内心 又有什么领悟呢 你的情绪 又有什么感受呢 让我们诚心 祷告 主耶 当我们 常常都在 隔离的环境当中 这样的生活 如果我们内心 有不安 孤单 求主 你联敏我们 让我们体会 主你的同在 求你加添我们 从你而来的平安 根深改变 我们的心灵 最后 我们可以心灵 安顿在主的里面 让主的同在 自我的价值 近来 我们都很想说 我想静一静 我想静一静 多谢杜风山基督教重临的 陈诚东牧师 教我们如何用正土 重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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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